我覺得好像那個時候 因為我覺得工作罷了 反正就是磨損很大嘛 我覺得自己上了年紀 或是自己當了導演之後 我覺得有一點 怎麼講就是 個性比較強勢 可能有一些面相是以前沒有 當演員之前沒有發現的 可能不曉得說 原來自己 這麼 這麼倔強 或是這麼 應該講這麼獨斷 或是這麼強勢 傷害自己什麼意思 自殘啊 怎麼可能啊 不行不行不行 他幾歲了啦 怎麼可能啦 開玩笑 唯一傷害者可能暴飲暴食 如果那個叫傷害自己的話 就是你 如果說療情傷 你會做什麼 去台東玩 譬如說有些人是 暴吃啊 暴喝或暴滿 我覺得我好像通常就會 只趕快找 找新人 就是下一個項目 下一個工作 讓自己在工作裡面就不會 這麼無聊 我覺得好像那個時候 因為我覺得工作吧 反正就是磨損很大 彼此的那個 就情感的關係 我覺得好像 磨損蠻大的 而且我覺得好像 我覺得自己上了年紀 或是自己當了導演 之後我覺得有點 怎麼講就是 個性比較強勢 可能有一些面相是以前沒有 當演員之前沒有發現 可能不曉得說 原來自己 這麼 這麼倔強 或是這麼 應該講這麼 獨斷 或是這麼強勢 所以我覺得也辛苦 跟我在一起其實蠻辛苦 所以感覺到 我有自己深切的反省 如果妳沒有當導演 那面沒有出來也許 對也許也許 所以純色乖一點 年紀小一點 我不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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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怕年紀太小 妳什麼事情都 搭不上 可是妳這樣都可以掌控嗎 可是有時候人很怪 你不覺得有時候 你覺得說 他不是要掌控 對啊 你會覺得他不夠man 我不知道 然後搞到最後就覺得 好吧 就自己一個人 所以是說 如果工作沒那麼忙 是不是 這七年有潤結婚嫁的 應該是不會潤結婚嫁 沒有打算結婚的人 不會 應該也不會結婚嫁 入共入生 對 基本上是這樣子 傷害自己什麼意思 自殘 怎麼可能啊 不行不行 她幾歲了啦 怎麼可能啊 開玩笑 唯一傷害者可能暴影暴死 如果那個叫傷害自己的話 來吧 太好了 其實就有點強 不捨不得 我也不知道 在我身上 會做什麼 好想法 感谢观看